美國安全情報公司邁進科技最新發布的報告顯示 過去20年 至少有154名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工作的 華裔科學家被招募到中國 從事科研工作 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是美國最早開發核武器的地方 首任主任是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 主管機關是美國能源部 報告說 該實驗室的許多科學家 被引誘回中國 幫助中共實現深地穿透彈頭 高超音速導彈 靜音潛艇和無人機等領先技術研發 例如 炸彈專家趙宇生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十多年 共收到近2000萬美元的美國納稅人補助金 他擁有實驗室最高機密的Q級許可 2016年 趙宇生加入了北京的人才計劃 目前他是中國南方科技大學副校長 該校從事國防研究 報告發現 有15名洛斯阿拉莫斯的老員工 都先後在南方科技大學工作 包括前校長陳時一 他對中共的高超音速導彈計劃做出了重大貢獻 美國這個世界警察擁有最高端最尖端的軍事科技能力 對於前世來說是一個福音 但是如果像中國這樣的獨裁專制國家 如果它跟美國的差距縮小了 那麼對世界來說是一種安全威脅 報告顯示了中共如何利用人才招聘計劃 來獲得美國技術 幫助建立一支嚴重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軍隊 美國官員表示 這是他們看到的第一份非機密報告 這麼詳細的描述了這種威脅 2018年 美國司法部發起了中國倡議項目 試圖阻撓北京竊取美國的尖端研究 但由於政治壓力 司法部被迫在去年放棄了這項倡議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指出 中共從上個世紀40年代就開始搞人才挖腳 又騙大批西方華裔科學家回國 但是很多人下場悲慘 2008年 中共開始組織實施千人計劃 這也是史上罕見的國家層面的 大規模高科技竊取行動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政治學博士林松表示 中共手段眾多 例如藍金黃就是其中之一 金就是金錢 黃就是黃色了 如果你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可能在你的房間 當然多了一個女孩 如果你接受 那你就可以享受這些服務 如果你不接受的話 它可以說是不是犯了什麼嫖娼的罪名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說 除了榮華富貴的誘惑 還有一些華裔科學家真的以為 替中共賣命就是所謂的愛國 但其實不是 專制國家擁有強大的軍事科學能力 那就意味著這些科技能力會用到製造凶器的上面 不是用於正常的武器製造 用於維持世界和平 賴建平奔勸海外的華裔科學家 懸崖勒馬 不要成為中共的殺人幫兇 下次再見個字 請回到這次 我們來看看 如果倫敼的啦 我也可以接觸他